近期标普和纳指再创新高的标题已经见怪不怪 美股的牛气冲天到底可以持续吗 华尔街分析师Jim Paulson认为 近期美股的上涨得益于 一些投资者终于放弃了观望态度而投升股市 近期美国冠状病毒疫情形势持续改善 病毒疗法与疫苗研发取得进展 以及国际贸易紧张关系趋缓等诸多积极因素的推动 虽然新闻总是报道美股涨涨涨 但实际上今年只有三个行业的表现超出了标普白指数 科技股以27%的涨幅拔得头筹 紧随其后的是非必需消费品类股上涨23% 然而即便是在消费领域 涨幅也只归功于一家公司亚马逊 这家电商巨头年内大涨78% 贡献了非必需消费品指数涨幅的43% 抵消了同行业于一半公司的跌幅 因此如果投资者主要投资的是龙头科技股 或者追踪标普或科技股的指数ETF 那么今年以来的收益应该是比较可观的 华尔街分析师提示 除了龙头科技股 今年美股绝大部分公司股价仍然表现不佳 今年最后四个月牛市能否延续 还要看接下来经济的恢复以及疫情是否会反弹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